女性隨堂遭控二鄰居風波至今未憑 隨堂一家五口去年搬去上億元的大職豪宅 昨日卻被民眾向周刊投訴 隨堂不僅放任孩子清晨深夜製造噪音 鄰居試圖想要溝通 但雙方沒有達成共識 鄰居只好報警提告處理 你就跟著我們小孩子早點起床 這真的是不合理的要求 昨日晚間隨堂發出千字文反擊擾靈真相 隨堂透露 樓下鄰居太太除了在裝潢期間上樓監工 提出各種的設計要求之外 隨堂一家入住之後 就經常在正常的生活時間被按門鈴 大聲歇斯底里的 對家裡的大人小孩開始抱怨 導致隨堂夫妻決定不再為他們開門 不希望小孩一直經歷這樣的瘋狂場面 鄰居太太敲門無果 轉而要求管理師警衛幫他們打對獎機 給隨堂夫妻 他們不堪其擾 於是請管理師不要再幫對方 撥對獎機到隨堂家 隨堂表示第一次去看房子時 碰到大樓住戶即被熱心告知 這是一個好房子 只是樓下鄰居有一點麻煩 並好意的提醒 我們如果之後要翻修 都可以加強隔音 會少了很多事情 後來才知道 樓下鄰居曾因為覺得樓上吵 就帶著狼頭上樓 大罵當時獨自在家的母子 此外隨堂指出 家中作息簡單規律從不開趴 小孩固定早上6點半起床下樓吃早餐 平日早上7點半一定出門上學 晚上6點吃晚餐 晚上8點到8點半上床睡覺 家裡基本上晚上9點開始 都會呈現極度安靜的狀況 隨堂夫妻也要求小孩慢慢走 不要奔跑 畢竟樓空旋轉樓梯很危險 這些每天的作息也能隨時 調監視器畫面為證 隨堂被公開警察敲門不應門的影片 對此隨堂無奈表示 我們沒有不開門 只是根本不在家 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去花蓮過年了 隨堂老公托尼也在IG上貼出前住戶的貼文 PO文表示自己就是被威脅過的受害者 看到新聞跟網友們的留言 認為不該只聽片面之詞 他表示之前也常常被樓下鄰居抱怨按門鈴 只是他們家是10點熄燈 早上7點起床的正常作息時間 小孩曾經被鄰居太太咆哮威脅 至於隨堂提及的狼頭事件 也有照片為證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提供給隨堂 靜週刊報導 鄰居夫妻發出7點聲明 表示從未有故意挑釁 不尊重鄰居之舉 反倒是隨堂身為公眾人物 利用媒體帶風向操作 氣氛表示一派胡言 為了捍衛自身名譽 不排除提出告訴 鄰居夫妻聲明表示 自己毫無媒體資源 與隨堂一家根本是小蝦米對大鯨魚 並說曾持狼頭嗆瞎前屋主 也並非事實全貌 另外他也提出質疑 隨堂聲稱1月18號當天不在家 而是前往花蓮旅遊 家中無人也有監視器佐證 但根據1月18號當天的新聞顯示 隨堂與導演葉天倫 和其他藝人在參加芯片首映會 請隨堂公布旅遊住宿地點的發票 或是單據以招公信 對此隨堂則透過經紀人表示 如同昨天的發文 因為此事已經有法律途徑處理 此後不再回應 謝謝大家的關心